大家好,我是Brian 我現在在北海道的結羅浪 我知道我的臉好像烏嘴一樣 頭髮又很亂 不要管他,我們走實力路線 不是走偶像派的 這次在Kilolo看兩間酒店 一間就是Kilolo Peak Hotel 一走出來就是滑雪場 另一間就是Kilolo Grand Hotel 你可以坐藍車上來 這個黑色藍車站 一上來,出來也是滑雪場 我兩間酒店都會住幾晚 現在是4月份 還可以穿短袖衣服滑雪 這是北海道的春天 接下來看看這兩間酒店是怎樣的 兩間酒店最大的分別就是 Pick這間酒店最小入住的年齡 都要12歲以上 即是不讓小朋友入住的 而Grant就沒有年齡限制 所以Pick這邊就會相對寧靜 雖然Pick酒店的範圍比較小 但是每一個設施都齊備 而且如果我們住在Pick的住客 可以使用Grant的設施 相反住Grant的住客 就不可以上來用Pick這邊的設施 而Pick這裡就有一個大浴場 大浴場就是熱水 如果你要用真的溫泉 就要去Grant那邊 Pick和Grant中間有Shuttle Bus 將兩間酒店連接在一起 現在畫面一直看到的 就是Pick的自助餐 自助餐其實早午晚三餐 每天都會有一些不同的分別 所以你就算在這裡住 4-5天住一個星期 都不會太厭 好,我們一起看看 這間Kilolo Peak Cup Mat的設施 是怎樣的樣子 下午時間畫完雪了 4點鐘 亦都有一些東西可以拿來頂著肚子 晚一點才吃飯 這裡是它的Poutique 即是賣衣服的地方 賣些雪鏡 租業是在樓下的Ski Shop 這裡就是Mountain Discovery 即是滑雪學校 我們來到Check-in之後 記得先來這裡補充你的滑雪課程 因為你的價錢 給的錢已經包括了團體的課程 Snowboard 也好 Ski 也好 都包括了 晚上就在這裡預約課 第二天就可以上課 前面就是巴和Firita 巴和Firita 就是Cup Mat最重要的地方 玩得很開心的地方 因為巴就可以拿酒喝 這裡晚上每一晚就有不同的表現了 真的要大證明 找小朋友去做這件事 這是Cup Mat的傳統 一些我稱它為不專業的表演人士 但是在場的朋友 就會玩得很開心 這裡有一些娛樂設施 Bang Ball 桌子 有錶機 有足球機 然後前面有瑜伽房 瑜伽房 做瑜伽的地方 好 這裡就是健身房 有一個很漂亮的景色 這邊的健身房 可以看到外面滑雪場的景色 這裡的用具 健身設施都很新 因為有人在做健身班 所以我就不拍太多了 這裡洗衣服 在二樓 我就來拿衣服去乾衣機 有得長錢 有五百多元 一千元長錢 然後有洗衣粉 買了之後 就三部洗衣機 四部乾衣機 就是這樣 好 我的衣服洗完 就拿去乾一下它 這個307號房 一進來 有個太空倉浴缸 應該就是兩個浴室 套房 套房 可以叫早餐回到這裡吃 很大的範圍 有一個用餐區 然後這裡就是休息 這幾張都是梳化床 最多可以睡到五個人 房間 主房間就是裡面 這間叫做 Junior Family Suite 套房 它都是兩張床 這裡就是三樓 307號 這裡高一點 下面有個很有型 在插袋拍照 上面看到雪山景 滑雪場景 去看看另外一個洗手間 是怎樣的 浴室 這邊這個就大很多 梳洗的區域 然後衣櫃 這邊的衣櫃 全部都是這樣 有門的 很大的 一個walk-in closet 然後 這個浴室是Jaguchi 看著外面雪山 可以浸泡Jaguchi 然後還有一個棋缸 這個很棒 很棒 很棒 接著 接著 廁所 好 聖盤的地方 這間房間很舒服 還有一扇門 可以關掉它 總共是可以睡到五個人 兩個人去房間 另外這三張就是 沙發床 這裡還有一個大型的煙櫃 是這裡的 好 這個就是Junior Feminist Street 好 這間是407號房 整個階層最大的房間 很棒 一進來 房間的旁邊 即是房門的右手邊 就已經有一個浴室 和洗手間 這裡已經有了 聖盤 可以分開住廳的小朋友 或者你的朋友 可以用到外面的客廳 這三張 看到的就是沙發床 這個圖片 如果你有看過 Comac的廣告 就是有個女的模特兒 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拍外面的雪景 就是用來做廣告照 這裡看出去 就是滑雪場的景物 好厲害 看到雪山 這間房間 就是叫做Feminist Street 96個平方米 很大 這裡有個用餐的區域 有一間很大的衣櫃 我猜是 對 很大的衣櫃 好 再看看這個主人房 嘩 主人房 兩張單人床 拍在一起 也是 然後窗 跟外面的廳 是一模一樣的 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邊 進來 還有一個大衣櫃 大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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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有鋼蠻 風筒 衣櫃 全部齊 然後這裡是廁所 再來這邊 就是浴室 浴室 浴室呢 嘩 這個 有陣很香的繪木味 可以在這裡浸 雖然 這間Pick的水 不是溫泉水 但是這樣浸著熱水 當它是溫泉 看著外面 雪景浸溫泉 很棒 96m2 這間房子很大 這間206號房 對不起 有人在這裡 就叫做 Junior Superior Family Room 尺寸 38-57m2 兩張雙人床 床尾還有床尾椅 床尾櫃 很大 這張應該都可以當梳化床 也是這樣用 都是看到滑雪場景 這間房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房子都是這樣 床頭有很多插頭 這間Keloror Peak 比較新一些 新裝修 床頭的插頭和燈 是絕對夠用的 衣櫃和浴室 都很大 我們先看看浴室 浴室呢 這個浴室是分開了 有兩邊 三邊門 這邊是一個衣櫃 很大的衣櫃 有隔晚 還有一個行李架 很大的衣櫃 一邊是廁所 一邊是浴室 這個是洗澡房 燈就是我找不到 不要緊 應該都看到 好 這邊是廁所 OK 然後 好了 好 先去看看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是2、2、4號房 都是用你的手帶去看 OK 我這一間叫做 Superior Room 28-31m2 一進來的房間 右邊就有一個洗面茶的地方 裡面就是廁所和浴室 這裡就是一個大的衣櫃 一個衣櫃 你可以掛衣 滑雪的衣櫃 全部都放在這裡 有隔晚 有躺衫板 這一張是一個床蓋 我開了床之後 把它放進來 裡面就是浴室 即是洗澡房 本來它也有個升盤 我想它是舊的時候 裝修的時候已經有 這裡旁邊這些牆 其實你留心看 都是一格格的 它只不過是 它貼了一層貼紙 在上面 就變成像雲石貼紙 本來應該都是這些色的 就是很日本 舊式的酒店 但是它裝修過 全部把它翻身 外面這裡又做了一個 升盤 所以這邊就絕對夠用了 房間方面就OK 有一個櫃 這裡有mini bar 雪櫃 裡面有雪櫃 雪櫃什麼都沒有 這裡有水杯 冰桶 它的插頭 四處都多 這裡有三個插頭 然後有兩個USB 另外 在床的兩邊 都是有USB 所以方便 而且床頭的燈 一個就是 可以關掉全房的燈 非常好 兩邊一樣 即是房間兩邊一樣 有東西要彈的 就是這個枕頭 這個枕頭 它為什麼收了我的枕頭 我問它拿了一個硬的枕頭 因為 睡不到 整個枕頭 整個枕頭 全都在睡覺 但它收拾完房間之後 拿走了我的枕頭 有意問它再拿 還有一件事 是不好的 我的窗是開了 雖然我這個view 多靈行 其實 雪山景 停車場景 為什麼會開了這枕窗呢 原因就是 它這間房間 是沒有調校溫度的 只能調校強弱風 溫度是沒有調校的 所以我要開了這枕窗 這裡 只要你強弱 按它就變強 要不就弱 然後上面是冷氣 要不開要不吃 就是這樣 不能調校溫度 所以我開了這枕窗 這枕頭真的蠻不好的 有防塞機給你 這樣會舒服 這裡就是它的Ski Shop 租工廠 有職員幫你處理 你可以做Ski 或者Slowboard 這個就是我租的Ski 嘩 好緊張 我沒試過Ski Ski Room 我的房間又是224 用手帶 就可以開到 把滑雪的用品 濕滑滑滑 就可以把它儲存在這裏 你看 濕滑滑的手套 把它插在這裏 它有暖氣 因為這是Dry Room 你第二天回來 拿你的滑雪用品 就乾了 整個Ski Room 跟著你自己的房號 226 226 226 25 來北海道的combat 當然是學滑雪 這裏就上課 很多Snowboard的Beginner 在這裏上課 如果學得到 就可以坐Lift 上去上面 我今天就在這裏上Ski 我是不懂Ski 在這裏跟這位教練 上課 看看我學到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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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人跟你拍照 不要緊 這裏有一位 這個這個這個 的攝影哥哥 他在這裏幫你拍照 拍完照 下午你就可以在 photo service 那裏買回你的照 那張漂亮的照 1500欄一張 是值得玩的 因為有人幫你 在雪地裏拍照 漂亮的打卡照 不是那麼容易 雖然現在已經是4月份 踏入春天 今天很熱 21度 可以說是夏天 我覺得是 但是呢 依然有很多漂亮的雪景 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說 為何要上來打卡片 待會上去再補多個鏡頭給你看 來看看 其羅羅就分開兩邊山的 這一邊就叫潮里 現在就上到來潮里山頂了 這裏海白1180米 不是很高的 而且這裏 由這裏 到地下 是有一條綠線的 所以如果你是初學者 懂得下一點 玩到綠線的話 是一樣可以上得來的 那當然 如果你只是上來拍照 也都沒問題 可以回答 共多了 下回去 那我就繼續去滑雪了 好 我現在就在這裏 騎裸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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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滑雪票呢 今天都可以用 還有可以吃午餐才走 即是說 我早上check了 那我還可以去滑雪 滑雪之後再吃午餐才走 都可以的 好啦 那滑完算 現在走了 好熱了 今天呢 去到4月份 今天21度 哈哈 都是可以滑雪 絕絕長袖裸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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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 我是Brian,就這樣,拜拜!